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消费电子市场的需求回暖,不少厂商开始对半导体库存进行回补, 叠加EI晶片需求强劲,以及台积电新的N3B的量产, 美系外资机构摩根大通,即小摩预期台积电纪念营收有往同比增长20%, 3奈米的N3家族制程将持续推动台积电业绩到2025年的强劲增长, 给予台积电评级优于大盘,股价目标为新台币750元。 小摩指出,AI和手机晶片N4与N5制程产能利用率高于预期, 加上N3制程强劲增长,台积电2024年营收将同比增长20%, 到2025年,HPC客户将继续推动N3制程需求,再次实现20%以上的同比增长。 虽然N7制程今年表现恐将维持低迷, 但随着射频和Wi-Fi订单回补,2025年将会回升。 虽然英特尔正在积极发展晶圆代工业务, 以期在先进制程方面与台积电进行竞争, 但是小摩认为,未来3-4年内,英特尔外包给台积电的订单, 可能会超过英特尔代工业务抢下的台积电订单。 台积电的N2制程会有优势, 苹果和AMD都将在2026年采用N2制程, 更多客户会在2027年跟进。 英特尔可能拿走爱立信、思科、微软及英伟达等客户的小型项目订单。 在资本支出方面, 小摩认为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将见顶。 2023年至2027年自由现金流年复合成长率达28%, 美股鼓励DPS4年内翻倍。 另外,台积电第一代N2仍将占据整个2奈米晶圆代工市场85%至90%的份额, 英特尔带来的竞争影响其实不大。 在日前,IEEEEDM会议上, 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展示了各自的CFET电晶体方案。 堆叠式CFET架构电晶体是将N和P两种MOS器件相互堆叠在一起, 未来将取代GAAGate All Round成为新一代电晶体设计, 以实现密度翻倍。 英特尔是首个展示CFET方案的晶圆代工厂, 早在2020年就公开了首个早期版本。 这次英特尔介绍了CFET制造的最简单电路之一, 即返箱器的几项改进。 CMOs返箱器将相同的输入电压, 发送到堆栈中两个设备的闸, 并产生一个逻辑上与输入相反的输出, 而且返箱器在一个齐上完成。 英特尔同时还将电晶体使用的奈米片数量从两个增加到三个, 垂直间隙也从50奈米减小到30奈米。 目前, 5奈米制程节点的闸集间距为50奈米, 不过这是使用单侧互联的简单, FinFET。 三星展示的CFET方案里, 闸集间距为45奈米、48奈米, 比起英特尔的60奈米要更小。 尽管三星的CFET原型里45奈米闸集间距版本效能有所下降, 但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对制造过程的优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三星成功之处是能够电气隔离堆叠的N和P两种MOS器件的圆合漏, 关键步骤是使用一种涉及湿化学品的新型干时刻来替代湿法时刻。 另外,与英特尔单个电晶体使用三个奈米片不同, 三星试乘对电晶体使用单个奈米片。 台积电与三星一样, 设法将闸集间距控制在48奈米, 其CFET方案的特点包括一种在顶部和底部电晶体之间形成界电层的新方法, 以保持间距。 奈米片通常由锡和锡折的交替层形成, 台积电尝试使用锡折专用时刻方法, 在释放锡奈米线之前与两个电晶体之间构建隔离层。 据了解, CFET技术转化为商业大规模使用, 大概还需要7到10年的时间, 虽然在此之前仍然有许多前期准备工作要完成, 但台积电已向CFET互补厂效应电晶体结构及其形成方法专利, 于1月下旬公开, 申请公布号CN117423703A正在审核中。 根据专利摘要描述, 本申请的实施力提供了一种机体电路, 包括互补厂效应电晶体CFET。 CFET包括垂直的堆叠的第一电晶体和第二电晶体。 导电通孔从第一电晶体的第一元极漏极区垂直延伸经过第二电晶体。 第二电晶体包括非对称的第二元极漏极区。 第二元极漏极区的非对称性有助于确保第二元极区不接触导电通孔。 根据本申请的其他实施力, 还提供了用于形成机体电路的方法。 台积电1月召开的法说会上, 公布2023年营收692.98亿美元, 新台币营收达2.1617兆元, 年减4.5%。 2023年实际资本支出304.5亿美元, 其中约70%至80%用在先进制程技术。 此前台积电与法说会宣布将在高雄扩增建设第三座2奈米晶圆厂, 如今更先进制程的1奈米晶圆厂计划也在进行中。 台积电1奈米晶圆厂最新计划曝光, 台湾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已在台湾中部的嘉义县太保市的科学园区设厂。 台积电已向相关管理局提出100公顷用地需求, 其中40公顷将先设立先进封装厂, 后续的60公顷将作为1奈米建厂用地。 由于台积电用地需求超出嘉义科学园区第一期规划的88公顷面积, 预计将加速第二期扩边以币台积电进驻。 业界估,台积电1奈米总投资额将于兆元新台币。 台积电回应表示, 选择设厂地点有诸多考量因素,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台积电于2023年选定桃源、中科、龙潭等多个科学园区作为1奈米产线备选地, 考虑不同地区的土地、供水供电等问题。 如今台积电选址加义,意味着其他计划遭起。 据悉,台积电建厂小组在加义科学园区2023年8月编定纳入南科管理局管辖的科学园区前, 即派人前往寄情场刊。 这也是在进驻桃源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建遭激烈抗争后, 台积电建厂小组启动备案计划, 最后决定放弃在龙科三期扩建案内的设厂计划。 嘉义县行政部门表示, 尊重台积电设厂地点决定, 相信会有最佳评估, 诚挚欢迎台积电投资嘉义, 更欢迎优秀的人才来嘉义。 嘉义科学园区目前清洁能源充足, 也拟兴建海水淡化厂, 为产业打造发展好基地, 优渥条件绝对是首选。 产业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以奈米制程, 落脚嘉义科学园区, 可分散区域风险, 带动周边发展。 此外, 嘉义科学园区, 离嘉义高铁站车程仅7分钟, 往北串起台积电中科竹科厂, 往南串联南科厂及高雄厂, 均符合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先前所提可在一日内, 动员上千名工程师, 支援各厂区运作, 让台湾西部科技廊带更完整。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